謝謝主席,是不是請院長?謝謝 好,蘇院長,請 謝謝蘇院長 我們要做好防疫工作,其實很重要就是防疫物資 那現在國人很關心就是現在口罩的產量確實已經提升 那也感謝我們部長的努力還有院長,大家日以繼夜的守護我們台灣人民的安全 可是問題就是說,也有很多人在問說,口罩現在產量已經高達1300萬片 那到底是如何分配?因為如果從實際上的數據來看的話 藥局6600家,每家是400片的話,大概每天是165萬片 那再加上網路的數據等等,剩下的口罩到底在哪裡? 其實很多人是有這個疑慮的,就是說為什麼口罩產能增加之後 大家還是要排隊? 那就這個部分就是說,我們是不是能夠有一個公開透明的數據 讓大家能夠知道,每天所產的口罩到底是如何分配 可能有一部分是給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或者是這些產業他們所需要的 到底是佔這些口罩生產的多少,來杜絕民眾的疑慮 有沒有可能做到把這些每日分配的數量跟這個數據能夠公開讓民眾能夠知道? 委員謝謝關心,大家知道,口罩本來我們一天產量是180萬片 現在經過大家的努力,已經來到了一千兩百多萬片,平均每天 那未來我們還想再希望拉高,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隨著這些產量增加,我們配給第一線 跟醫護人員、工作人員,比如連計程車司機都是配給他 還有像警察,像特別執勤的人員,剛才講救護車、消防車等 另外,我們還給相關,就是來實名制買買的 包括藥局的,包括網路的 所以相關這些,我們只要產能能夠有相關穩定到一個程度 我們就給民眾實名制,就能夠再增加 所以才會從兩片變三片,兒童變五片 我們還希望未來可以更方便,更多元 至於這個口罩給哪一方面多少,都向社會報告 對,就是說因為社會是有疑慮的,只聽到口罩在增加 但是問題是大家能夠買到的量,雖然有增加,但是還是遠遠不夠 那對民眾來講,想要知道就是說到底口罩增加的產量到哪裡去了 所以未來是不是能夠進一步的跟民眾來說明說 到底每天所分發的口罩,如院長剛剛所說的 分給第一線的這些所需要的人到底佔多少 那其他的部分分配給民眾的又是多少 如何能夠把這些數據讓民眾更清楚來杜絕疑慮 我覺得對行政機關來講非常的重要,否則會大家會不斷的有一些謠言或是假消息出來 其實對行政團隊也是一個很大的重傷 我們這麼努力的生產口罩,可是大家卻質疑口罩跑到哪裡去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未來也請這個院長能夠加強就是說 各部會口罩的材料其實是更多分配給有需要的人 那到底是哪些人呢?這個是大家的疑慮喔 那另外我也要講到就是說防疫... 委員,這一部分我再講一點點 就是我們是好不容易現在才剛剛來到一千兩百萬片 不是已經一千兩百萬片很久了 第二,雖然一千兩百萬片,但我們是兩千三百萬人 所以還不是還增加到每天兩千三百萬片,也不是這樣 第三方面,口罩我們一開始就管制出口啦 市面上也不是隨便買賣的 所以現在沒有可能哪去偷賣,不可能也不准 那未來我們如委員所說 我們這些應該給社會大眾知道 這個絕對沒有人可以去常理,甚至去買賣 也沒有可能,這個現在大家都這麼注意的情形下 只要有哪一個囤積,有哪一個在賣口罩 外界馬上知道,所以這個我們也會查辦 那委員剛才指教,就讓社會越清楚知道 遙遠越少,這個是對的 所以院長會朝這個方向去做嗎 就是公佈說到底我們每天現在產一千兩百萬口罩 怎麼分配的這個數據 未來如果能夠有一個表格讓大家知道的話 我覺得是更好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防疫物資的部分 目前我們最缺的是什麼 我們對於整個口罩 包括原料生產 現在我們都有自信的 但台灣有很多的東西 比如像現在我們應該要做的是哪一方面等等 我們都有準備 所以現在這些防疫物資政府都有相關的掌握 好,據我了解目前缺的包括防護衣 包括N95口罩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很缺的 但是呢在二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的出口的項目 包括護目鏡跟防護衣 這是過去七年來都沒有出口的東西 但在二月份呢 卻出口了 以防護衣來講出口了三萬八千多打 護目鏡也是一樣 那當然我們現在經濟部也很努力 要把防護衣國產化 努力的來做 那我們中央呢 也很努力的去把這個防護衣呢 去爭取國外的進口 那我們也發現說 中央所發給地方的最新的這個隔離衣 這是昨天我所收到我們地方醫院 他所拿到中央準備組發下來的隔離衣喔 隔離衣 院長您覺得這隔離衣及格嗎 這個隔離衣 你說這個隔離衣怎麼樣 及格嗎 對啊 它有做到防護的功能嗎 你看它是處處都有漏洞的 它背後有漏洞 側面有漏洞 但是這是我們中央所發給地方 分配給醫院的隔離衣 而這一批據說是從美國搶回來的 我不知道它的發源地 到底是美國還是哪裡 因為據我了解 目前我們大部分 九成都從中國進口 可是這樣子的隔離衣 說實話對醫護人員的保護是遠遠不足 那以台灣廠商 最近我們看到經濟部很努力 我們台灣廠商也努力在生產這個隔離衣 我們產的是這樣的 是一個完整的包覆完整的防疫 這樣子才能夠真正的去保護 我們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所以就這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中央能夠重視 就是說我們的防疫物資 到底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有沒有拿到該有的設備 剛剛講消防人員醫護人員 這個都是第一線會接觸到 這些最具有傳染力的人 可是他們的這個保護力遠遠不足 那另外呢我們也想要提到就是說 防疫旅館的事情 目前中央對於防疫旅館的政策 到底是要由中央來做一個統籌 還是由地方各自去努力 防禍衣的先請部長跟 我來跟總報告一下 剛剛委員在關心這個防禍衣 我們國產的防禍衣的材料 經過我們測試以後的效果 不輸給國外 就如同剛剛委員提到 我相信絕對比國外好 光是看這個規格 但是最快什麼時候可以生產出來 有 這個部分呢 一百萬件的這個 國內的隔離衣 百萬件 防護衣 那個十萬件 那個國內可以來處理 什麼時候可以生產出來 這個現在有在生產了 最快什麼時候可以生產 三月底跟四月兩批 三月底開始會有生產出來 第一批 對 大概多少件 這個部分大概 那時候是講說 有四萬五千變 大概十萬 十萬件 十萬件 對 那這個材料就是在 我們台南四股元期的工廠 好 因為我們第一線 現在很需要這個防護衣 那下一個就是防疫 那個委員第二個 你剛才問的那個防疫旅館 是 其實我們不想要叫他命名叫 叫防疫旅館 叫專責的旅館也好 怎樣 那現在我們 就是讓各地 因為現在這個居家檢疫的人增加 所以各地其實有這個需要 我們鼓勵這個 如果有配合設置 我們還給他補助 好 因為我們現在居家隔離 檢疫的有八萬七千多人 但是我們防疫旅館所能提供的量 只有1776人 所以是遠遠的不足 那甚至有些縣市是完全沒有防疫旅館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也希望旅館業者 在提供紓困的同時 也能夠加入我們的防疫體系 大家一起共體時間並肩作戰 對這個就是創造三銀 對這個 有些旅館因為生意現在受到衝擊 如果他願意 地方政府覺得可以 中央給他補助 讓三則都等於三銀 現在往這樣走 對所以就是希望中央能夠正視防疫旅館的需求 然後建立一個單一的窗口來協助 那旅館業當然也要共體時間 那另外呢 最近大家最恨的就是居家檢疫隔離 趴趴走的狀況 甚至還找朋友到家裡來開趴 那對於像這樣子的問題 目前我們有沒有積極的做法 來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財閥 或是阻止他們這樣子的行為 有這個整個社會最痛恨的 最不能接受就是這種害群之馬 自己好不容易從國外回來 國內同胞雖然知道這個會有負擔 但是還是歡迎自己的同胞回來 都是接受的 可是你應該依據防疫指揮中心的要求 居家檢疫去趴趴趴 這個趴趴趴不只是自私而且害人 這個我們絕對遠以懲處 所以只要有檢舉 我們立刻處理強制檢疫 強制隔離同時重罰 同時還不能領補助款 那找親友來家裡開趴的 找親友找朋友到家裡開趴的 那不應該啊 那這個我們會不會處罰 當然 那怎麼處罰 我們相關的這一些 對於違反的這種處罰 都有依照相關規定都可以來做 所以會對那種找朋友到家裡來開趴的 也會處罰 包括公布姓名等等都會 好公布姓名 那下一個呢 其實今天有在討論說 台灣未來是不是要加入CPTPP 那非常重要就是關於我們的關稅 這個長期以來都招來很多的民怨 那過去呢 民眾也希望要求就是政府 能夠降低汽車進口的關稅 貨物稅 因為這個對我們的民眾來講呢 是長期以來對他們 拿納稅人的錢來保障所謂的國產車 但是這樣子到底有沒有實際的效益呢 我先請問院長好了 院長你買的是進口車還國產車 我那台車不知道什麼種 你是Toyota Previa 你登記的啦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你的車 這台應該是進口車 好 那 我民眾好像沒有車 好像 因為我是看公職員財產申報上面登記了 那 那不是你不是有開車載女兒去上班嗎 那台不是 那我女兒的車 那那台是進口車還國產車 那台是進口車還國產車 那台不知道 那台不知道 叫做什麼種 我對他車沒什麼緊急 那部長你的車是什麼 進口車還國產車 那是小孩去買的 那是進口還是國產的 那小孩去逛我也不知道 沒辦法 馬子達啦 你登記的是馬子達 也是進口的啦 就是說我們去查 我們的部會首長喔 幾乎八成以上 全部都是進口車 只有一個教育部長 他開育龍的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 只有他登記是育龍 但是其他全部都是進口車 所以連我們的部會首長們 全部都開進口車的情況之下 所以要求國人去買國產車 有點不符實際啦 那我們看實際的數據 進來國產車的數量 確實是年年下滑 甚至到現在的市佔率 已經跟進口車是比緊了 也就是說我們 進口車跟國產車 已經呈現死亡交叉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用這麼高的稅率 在保護我們的國產車 長期以來 如果我們買進口車 2000CC以下一台車 要科54.2%的稅 17.5%的關稅 加25%的貨物稅 加5%營業稅 如果是2000CC以上的話呢 等於一台車要科60.4%的稅 那如果是超過300萬的車呢 還要加計10%的奢侈稅 這是國人心中長期的痛 那所以大家就問說 為什麼連部長們都選擇進口車 而不選擇國產車 他的理由是什麼 是因為價格嗎 還是因為安全性的考量 我跟委員報告 這一個現在大家在關心的 大概從消費者的角度 就是性價比 性能跟價格的一個考量 對嘛 那所以大家就覺得 進口車在競爭力上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是希望 我們的產業整車的業者 也要來一起努力 但是這句話已經聽了50年 從我們開始保護育龍汽車到現在 已經保護了50年 這50年來拿納稅人的錢 再保護一家國產車 可是實際上呢 這家車呢 在我們的數據上顯示 近五年來外銷的數量是零 完全沒有外銷 內銷的數量是逐年的降低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還要拿納稅人的錢 去保護這樣子的國產車 有必要嗎 而世界各國的關稅呢 我們來發現 香港現在的汽車關稅是零 日本是零 美國是2.5% 澳洲呢 從五已經開始要降到零了 那甚至其他各國的汽車關稅 甚至連中國在2018年都開始調降 都比我們還低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是不是還有必要 再用我們的高關稅來保護 這些國產車呢 是不是應該要思考來降低汽車的關稅 甚至在未來我們加入CPTPP以後 汽車進口的關稅都應該要逐年的下降 這樣子才能夠符合我們現在 不管是國民購車的選擇 或是我們加入CPTPP以後的要求呢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呢 政府在輔導產業的話 就是在關稅的調降 這部分我們都會 在一個合理的時間內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經濟部 能夠盡速的檢討 汽車關稅的高關稅保障 是不是還有必要 因為關稅保障不代表 汽車有競爭力 而是應該加入更多的市場 才能夠提升我國錢